各位在香港去年中發生的修例風波以來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是持續合理化 美化暴力和激烈的違法抗爭行為 導致不少入世未深 血氣方剛的青少年受到潛移默化 而泥足深陷 最近接連有未成年人士和學生 涉嫌、謀殺、製造炸彈等恐怖主義嚴重違法行為 正是全社會必須要警醒的最後警號 近日警方在去年北區大會堂外 七十歲清潔工裸白被磚頭擊中傷亡的兇殺案 警方是落案控告、謀殺、暴動和有意圖傷人等嚴重罪行 而事主竟然是兩名年僅16至17歲的少年人 是他們被拘捕的 另外據報警方近日所拘捕涉及去年在華隱書院 這些炸彈案的大專生本身涉嫌是暴力抗爭前線組織的成員 也即是被英雄化為勇武、屠龍小隊的成員 我們得知這些消息之後 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既敢錯愕之餘 亦敢碰心疾首 這些青少年人本應在學是在學的 去充實自己發展潛能開拓美好人生 現時卻是黑白不分、誤入歧途 惶恐地面對檢控、前程盡毀 一眾一直美化和縱容暴力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實在是難辭其咎 反對派議員雖然看來是躲在一旁 動口不動手 他們支持、鼓勵、美化、縱容暴力的言行 確都是證據確鑿、不容抵賴 不過要找數、付出沉重代價 就是那些受到荼毒、走上前線、動手抗爭的青少年人 反對派這些惡行、破壞本港法治根基、助長暴力升級 荼毒青少年加速與全社會攬炒 他們只會將香港進一步推向萬象深淵 就此立法會建制派議員、聯署對他們這些惡行 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撕破他們的假面具 亦都呼籲每一位香港人 擦亮眼睛 看清楚他們的真面目 抵制任何煽動或者助長暴力的言行 爭取讓每一位浪子回答 一起守護我們的法治 守護我們的下一代 守護我們的未來 這個是42位建制派議員的聯合聲明 我看看其他同事有沒有補充 然後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我講一兩句 我對於那些對青年人有影響力的人士 無論是小學、中學很少數的老師 大學的講師和編制教材的人士 包括那些補充社編制的教材 很多內容都是挑起仇恨 或者是刻意貶選自己的國家 令到那些青年人對社會不滿 這些都是非常值得譴責 因為最終是 如果那些青年人聽了他們的誤導去違反法律 甚至作出一些暴力的行為 他們的前途是盡喪的 所以我對於這些不負責任的人士 他有機會接觸青年人 而荼毒他們的心靈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一致強烈貶責 我都有些補充 其實近日看回警方破獲的案件 有很多的苗頭都顯示 香港的暴力有可能進一步升級 甚至有機會走去恐怖主義那個方向 而更加令人擔心和震驚的是 很多年輕人都在大家看到參與當中 其實很希望藉著這個機會 向所有年輕人作出一個呼籲 暴力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暴力只會令社會走向以暴逆暴 暴力也會毀了你的一生 希望呼籲所有年輕人不要誤信暴力 可以達至什麼理想的效果 或者用暴力去解決問題 最後可能因為不理解那個後果 或者誤信不同的人的說法 而最後自己要附上前途 各位家長也都需要關心身邊的子女 政府也都需要透過學校和不同的系統 對青年人多加留意 也都要向他們提供輔導的安排 如果不是越來越多人走上暴力的路 最後就是讓我們的下一代 是負上太沉重的代價 最後當然我是強烈譴責 所有縱容暴力美化暴力 甚至是推動暴力 躲起青年人背後的人 他們將青年人推上街頭 推向深淵 這些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 我們意義強烈的譴責 我補充幾句 對於這大半年來 街頭暴力的不斷升級 我和經文言的同事都是 和建制法的同事都是非常關注的 市民都留意到 其實在這大半年來 很早已經出現所謂軍火庫 警方幸好是破獲到 這些是儲存大量 各種危害市民的 武器與物資的地方 相信大家都記憶猶新 很久以前 在大埔先破獲了 在民居裏面 有製造炸彈的群組 不單止有製成和半製好的炸彈 還有2.6公噸製造炸彈的材料 可以想像2.6公噸製造炸彈之後 如果真的出了事故 那裏的民居就移為平地了 亦都有另一個案件 是破獲到一千顆子彈 所以對於這樣的暴力的升級 而且一直到達到 不單止是汽油彈 還是炸彈 親箱實彈 我們不能不表示非常憤怒 亦都為市民的安全擔心 特別是 很多入世未深的青少年被荼毒 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這些是嚴重的犯罪 令人痛心疾首 最近亦都出現這些事故 就是有人集結在商場 既是違反限聚令 在這些集結裏面 還展示港獨的口號與標語 在疫情之下 還繼續發生 這樣是 擾亂社會 公安的情況 是不能不利 不擔心 雖然這些很多人士是戴著口罩 但是相信都不難分辨 他們根本都是 很多是青少年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對於反對派 一路重步 造成社會這樣的情況 出現了 是本土的恐怖主義 我們是越強烈譴責的 我也想補充幾句 近日都有一些家長 甚至有一些學生 和我分享他這幾個月來的感受 其中一個故事 我覺得想和大家講一講 有一個學生 在這段時間 都是有出去勇武過的 他之前參與 並非是非常之 很樂意或者很開心 只不過就是憑輩 同學都出去勇武 所以他又覺得他不去不行 怕被人排斥 那就一起去 但是久而久之 他就接受了那一套勇武 違法達義 用暴力去解決問題 這一套思想 但是直至去到近日 家庭又出現問題 父母又開始失業 加上就是 他看到有人死了 拿白的事件 而他身邊所有的人 都是同情這個兇手 而是去批評死者 他就開始覺得 自己為什麼會 好像迷失了 好像 現在他覺得 不喜歡自己 覺得自己很討厭 本來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但是現在變成像惡魔一樣 他覺得很痛苦很不開心 這是一個我聽到很心痛的一個個案 他現在希望和父母修補關係 我覺得都是好事 在這裡我也是 除了譴責 一些不斷去煽暴的議員之外 其實我也覺得 媒體都要負一定的責任 有部份的媒體 在這段時間 都是不斷去英雄化 和美化了一些暴力的行為 令到一些青少年 覺得自己去參與這些違法的暴力行為 是很英雄的表現 我覺得這些媒體的報導 其實對青少年都有很大的影響 這裡也包括了香港電台的一些節目 所以我覺得 希望媒體都檢視一下自己報導的角度 和視覺 始終每一個有影響力的人士 無論他是媒體 議員 教授 老師 每一個走出來講話的人 其實都索造我們香港的價值觀 年輕人是我們香港的未來 如果他們有一個是非不分 扭曲的價值觀 其實對我們香港未來的發展 只有壞處 沒有好處 這個是令人很心痛的 是 我想最後一位 郭偉 是 幾件事和大家分享 第一就是 昨晚 太古城商場 的聚會 其實大家都明白 現在的限聚令 是去到5月7號的 這個是為了保障公共衛生 亦都希望盡量降低感染的機會 但是很可惜 被有心人 就 刻意破壞 和 將法例 視為無物 亦都 將這些參與活動的人 推上去 受病毒感染危機的聚集 我覺得這個是 大家要警醒的 因為 如果還是 用自由 或者是用表達的機會 去作為一個藉口 然後 無視 現在現有的法例的話 其實 就是對 司法的一個 侮辱 同時間 亦都是 反映了 市民守法的意識 是大大 比以往大大降低了 這個是第一 另外第二 就是 針對最近的 無論是 炸彈的原料案 或者槍械案等等 都牽涉到 十幾歲的人士 在裏面 其實 我們是 感到十分之痛心 因為 以往 這些罪案 很多都是 有其他犯罪意圖 的人士 多數都是成年人去處理 但是大家看到近年 這些危險的案件 其實都是 十幾歲 有些在讀書 有些剛剛畢業的人 參與其中 反映了 由於社會有一幫 攬炒的人 煽動港獨 和煽動仇恨 令到這一幫 入世未深的人 受到誤導 令到他們認為 他們所做的事 是在幫助香港 但是事實上 是在危害 社會上每一個人 的安全 和社會的安定 我覺得這個 大家要警醒 和要醒醒 另外最後一點 就是要提的 在抗疫之後 無論經濟 無論民生 的復原工作 是需要大量 大量的準備 和要社會 盡快有一個共識去起步 如果攬炒派繼續 癱瘓議會 和令到社會空轉停擺的話 復原的機會 和復原的速度 一定是慢 慢到 就像前天 雷鼎明所說 如果 復原速度太慢的話 我們會用 乾我們現在政府 現有的儲備 這個是 全香港市民朋友 都需要知道 和留意的 謝謝 看看大鄉有沒有問題 Martin 請您分享 英文的 請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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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請問您 because now it has resulted in one 16- and one 17-year-old boy, teenager rather, being charged for murder. And there are others being charged for possession of offensive weapons, you know, possession of bombs, you know, the setting off fire bombs and stuff like that. And these are very serious crimes and these are extreme violence. And we're here to reprimand the pandemic legislators for the encouragement, tolerance and a refusal to condemn violence in the past few months that has to some extent contributed to this scenario. Thank you. You know, many of the young people think it's a bit of a political issue. You know, you know, how can you solve this problem? 解決這個政治問題是需要解決 但現在所有的問題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 我們講的是青少年人的希望 我們怎樣去製造這個希望 現在我們香港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非常之嚴重 而且大家是看不到 年輕人也看不到上游的機會 看不到他們將來的個人發展的空間 逐漸越少 我們需要在經濟多元化方面做很大的功夫 例如科技、諸如此類 科技平台、資訊平台、諸如此類 那些是比較有創作性的 適合年輕人做的事情 當然要有一個基本的教育根基 但是在這方面來說 你說如果要將香港的經濟多元化 土地又是牽涉到一個問題 所以就是騰嵐呱呱呱呱呱呱 很多深層次的問題是interlinked的 所以你要解決這些問題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到的 好嗎 但是這個也不是立法會建制派的責任 好嗎 現在暴力和癱瘓議會 攬炒香港都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 反而將這些問題是更加複雜 更加拖長 其實要解決問題是需要大家理性去溝通 大家是求同存疑的 但是只是去暴力或者縱容暴力 其實只會將香港推向一個非常危險的邊緣 有哪些法律師你覺得有有批准受到的事情 有哪些東西你能夠做 有很多的地方 我們完全不可以叫他們 因為我之前在寫上這個合作 我其實在前幾個月 one one. So what you know? Who has said what and when and on what occasion? They're just far too numerous. And they told me they've given me a very short synopsis of some of the stuff typical iceberg. And there are only several pages. They told me that in order to exhaustively include everything everybody said about violence, they tend to encourage 如果他们要执行 or tolerate violence, 会 take three weeks for them to complete. Now, you guys, you are the members of the media, you will have greater resources. Perhaps you can help me in that because I was told that whatever is said by politicians, they get filed by the media. So you will have better resources than me to get that together. So don't ask me who. there's just far too many of them okay you can find it i'm sure you can find it for yourself and will you be taking it any further than just a statement to condemnation not at the moment the my the consensus of the establishment camp only authorized me to go this far if we go any further then we'll have to deal with another consensus okay thank you